今天是三立财经台 晚安 欢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李星云 我是确定带 昨天的美国是连续第三天的一个上涨 但很可惜今天亚洲股市 却是普遍的盘下来进行震荡 只不过今天跟亚股一比之下 就可以发现台股股市是显得相对跌的比较少的 而在今天量能的部分呢 很有可能会只有600亿出头 将会创下了近期以来的新低量 那低量潮之下 到底投资该如何看待后续的一个大盘趋势呢 好 我想这个我们的字已经打出来了 新低量 一般来讲技术面就是会有新低价 马上导播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大盘加全指数的日K线 看一下日K线 看新低价在哪里呢 就在那个前几天那个8501点那个位置 那么现在看我跟大家提到 这个指数就这样 跌然后整理 有点像小反弹 然后再跌 那每一次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新低量就差出现一次 然后就在破底那一瞬间就爆大量 这是空头常有的现象 所以合理的啊 当然有些人 当然有些人会有种技术派的说法 说低量大概接近叫做近底 接近底部 不进来 因为看位阶的问题 如果这个位阶还在高点 新低量第一件事是破底 是破底 我想技术面大家都会解 这个死多头就跟你讲说 底部不远了 那我又不是死空头啦 我不是死空头啦 我是来帮大家的 同学们我是来帮大家的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慢慢了解 好我们看看苹果盘后也涨 盘后这个财报公布不错也涨 然后呢这个正规盘也涨 不过就算盘后的把它加上去 也没有办法创新高 那么苹果今天晚上如果是正规盘 反而是跌的话 那就不太对劲了 我们看一下3008大力光 尾盘还是收低的嘛 3008尾盘还是翻黑的啊 你看看日K线 看一下日K大力光日K线 合理的 我们绕啊绕啊 明天再跌一根也可以破底了啦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今天指数啊 涨到这个生技股 你看1795的美食 有没有看到1795美食掌厅 再看一下日K线 大跌了一大段 好那么再来看1732的毛宝 今天跌停 毛宝跌停 那看一下日K线 所以这个新药股跟防疫概念股 是颠倒了 这样大家有没有通 那照理说啊 刚才欣宁有问我说 不是说这个防疫概念股 这个跌下来指数就涨了 指数的环境比较复杂 指数的环境比较复杂 单单就是拿生技股 这个主体的话 到这边你看我多久了 又不是今天才看 你看我很久了 在多头阁局 生技跟IC设计是悄悄吧 今天IC设计部分也涨 生技也涨他们不是同步的 因为这里是空头 这样懂没有 这里是空头 多头阁局 生技跟IC设计是悄悄版 一样啊 单纯生技股跟防疫概念 它也是悄悄版 所以当初在多头隔绝 有一天涨到国光生 我再量470块 叫你一定要卖鸡啊 还记得吧 还记得啦 你看慢慢把这个 这个结构的观念 融在你的股票市场上的 看盘重点 老同学老话一句 这个这是我们的经验 经验是不断的累积 同学你看盘看久了 你也可以不断的做累积 本来今天 指数是稍微涨上了 所以指数也没有大跌 最后小跌的八点 是因为这个鸿海拉一下尾盘嘛 那这个台积电 也没有收在最低 是这两档股票的因素啦 不过我说过 今天最差劲的 应该是这个量吧 600多亿的成交量 大概应该是新低量 新低量会有新低价 那低量的话呢 大家也不用去想了 什么买盘呢 来看看我们跟大家讲的 几档股票 那个8076的五峰 你看今天早上 还差点刷到跌停 最后呢 还是跌 有没有看到 很多股票都一样哦 这个我说 3008的大立光要注意之后呢 你还要再注意平概股 如果不怎么样呢 上个礼拜你可以把 把这个台俊 6269的回补过后呢 今天是不是 又是一个再空的机会呢 答案明天就会揭晓 有些股票2384的圣瓦 给我们看一下 这个没细唱了啦 这个圣瓦这个你看看 还说什么江苏赏一大堆的 原来前一段空单的略做回补了 我们再来看到那个新世纪 新世纪3383的 你看那一天涨停板 稍微再放大好了 你看 你看那个 稍微再放大 你看那三天前 有一个那一根黑棒 这边算了第三根 那一根黑棒 事实上它是跳空涨停的 为了现金增值家 去弄一个跳空涨停板 如果现金增值不怎么样的话呢 然后钱不够了 看爱子钱是不够了 今天直接灌杀叫跌停 演讲会投资朋友 我们在演讲会 我们提到这一档 叫大家留心再留心 好大力光这个不对劲的话呢 除了明天的6269要注意呢 3019的要不要注意一下 这个股票 谈上来 0.0 谈一档 我不知道你有多高兴你看看 从底部上来谈一档 看今天谈一档 3630的 这个基本面 我也只能跟你讲说 实在是不太好的基本面 3630的 根本没有谈 大致的朋友 你来帝国建国来喔 接下来这一两天 我们要开始全面再出手什么 第二阶段 待会报名上 第二阶段空军部队 即将准备再出发 指数部分 要麻烦你兴议一下 大盘指数最后小跌了8点 指数输在了8654点 而在今天成交量能的部分 只有633亿元 好这是在加权指数最后的一个修盘情形 提供给投资人 一起来做个参考 那在后续个别股该如何看待 广州继续带营观察 马上回来 专注让华信投股投资观点加倍清晰 我们拥有掌握重要投资的强力经验 包括股票 期货 选择权 都能够以绝佳的专注力 建立投资优势 圆梦转线 0223923988 23923988 用心对待每一位市民 就像客户一朵有生命的花朵 卢族之美 片地战棒 妈 办4G就算 4G 有那么好吗 有啊 4G更快更稳 那我家有4G讯号吗 我们可以免费道府检测 办4G的人好像很多耶 别担心 行动服务柜台马上办 我心里想什么你们都知道 知道 远传360度新服务 请听你的心声 并早一步做好准备 就算你没想到 远传也用心做到 好帅 谢谢 远传4G 勇夺用户数第一 大大感谢天天抽iPhone6 股市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 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粒财经台 1900财经行文 宝贝啊 我们赚点钱你都存在哪 银行啊 而且是我招呼存款保险 到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险最高保护为新台币三百万元了吗 我知道啊 钱都是我去存的啊 然后不只是台币存款啊 还有外币存款都纳入保障了 先生 你吃饭跟我说这个干嘛 只是想跟你说 我们也存了两百多万了嘛 对啊 你该不会是想买什么吧 我是想 想 想说我们差不多可以结婚了吧 吃饭了 欢迎回来 其实虽然说今天的这亚洲股市呢 目前都是盘下来进行震荡 台北股市也是小跌坐收 但乔老师 昨天的美股市持续的在反弹 那为什么亚洲股市今天这么的弱呢 这样讲 全世界股市也是只有美股在反弹 也只有美股 你看 只有美股强 对对 刚才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我也忘了讲 那个日本股市跌了三百多点 昨天涨四百今天跌三百 应该也不算多了 应该也都吐回去了 韩国股市也都吐回去了 所以台北股市吐个八点 好像也还好啦 昨天大家都谈嘛 大家都谈 昨天涨一百五十五点 我们不过吐个八点 我们要偷笑了 我们要偷笑了 韩国股市昨天大涨 今天全部都吐回去了 那么这个日本股市昨天涨四百 今天跌三百 看也吐了一大堆回去了 只有台北股市没有吐到 那么明天会不会帮忙吐到呢 大家要小心啊 为什么呢 还是老话一句 我们看到量六百三十三亿 新低量会不会出现新低价 新低价就是破底 如果破底再带量 那就是不太对劲了 只能这么讲 放空做空是要有方法的 在多头格局 你要拉回买反弹卖 拉上来卖拉回买 不断的有买有卖 空头是空补空补空补 一路的这样子做 所以啊 你不要让自己被軋空 可是该报的要继续报 观念要弄得很清楚 那么这两天的话 又进入国际股市重要金融商品的变化了 同学朋友 你是不是我的粉丝呢 你是不是我们的粉丝呢 重要时刻啊 你一定不能去订 我再说一遍 美国股市还在续谈 如果今天晚上的苹果是开高走低 尤其我最担心的是那一档叫做IBM 道琼工业指数200多年来 IBM这一档股票叫做蓝色小巨人 蓝色巨人这个IBM这一档股票 居然昨天暴跌 营收可以衰退九成 营收衰退九成 把那个半导体部分啊 这个加15亿 自己再贴15亿送给格罗芳德 所以这个不太对劲了 这才是重点 美国股市 我们观察IBM啊 IBM啊美女啊 他们都是攸关整体的 美国股市的这种所谓的前瞻性的 IBM居然会营收暴跌九成三 昨天盘上跌了八 8% 这个IBM很少这样子暴跌的 所以你不知道 逢金当马粱 不要逢金当马粱 不要逢金当马粱 这个大腕是不对的 该卖该出一定要有一个准则 今天看到633亿的话呢 风险更大 风险更大 所以一定要留意 好 那赶快来加入我的粉丝 每一次都是重要的点 遇到出现了 就在这一两天 所以同学朋友 我们记得我们昨天有一个标题 是跟大家讲说 你要准备好资金 跟着我们这样反弹再卖再空 再卖再空 我们第二阶段的 第二阶段的空军部队 即将全面出击 我记得我昨天有这个标题 第二阶段的空军部队 要全面再出击了 请你一定要赶快跟上来 空单 空军 准备在第二阶段再出击了 我还是讲 跟大家讲 我们跟大家讲的过程当中 都是很重要的观念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指数 指数 指数 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指数 9300 有没有 有没有讲得很清楚 9300这个点 说季限消案 所以分批卖 往上卖 往上空 有没有 来到9300开始空 这个过程当中 无数次 只要弹上来 我就跟你讲说 不要想太多 不要为了一只鸡 不要为了一只鸡丢掉一头扭 弹上来 叫你赶快一空再空 有没有 弹上完了 我会帮你做预告 弹完的时候跟你讲说 再来一次空 所以 这是昨天 第二波段的空 第二波的空单要跟上来 赶快跟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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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老话一句 要跟大家讲的一清二楚 今天呢 今天我们的重点 在这个观念 季限月限还是一样 死亡交叉 但是今天的重点 就是新低量 新低价 再往上照一下 再往下 往下 这一个点 8501 会给他怎么样 会给他怎么样 这个叫新低量 新低价的观念 有没有 反弹尾声 把握空点 把握卖点 这个断头缺口 还是横在这里 这个叫加钱 知道我的意思 说得清楚 我听不懂 很麻烦 投授朋友很怕做空 这个我也知道 有时候 投授朋友套了两三层 都还不怕 像我客户有时候 叫他们去放空一档股票 融券放空 50块 收盘50块1 就是 空50块 收盘50块1 我一直打电话来问 老师啊 我们会不会被嘎空啊 一毛钱 一档而已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那套了两三层啊 去去 参加什么的啊 套了两三层来找我 一点都不怕 还一直问我要不要摊平 观念清楚 你才有得救 我是来帮你的 我不是来害你的 我不是七千点 给你空到九千五 说我是空军总司令 那种的 不是的 我刚才给你看 是九千三百点 才给你空下来的 我很会空 将来怎么补 我也很清楚 我也知道怎么 我知道几月几号 我两个月前 跟你讲九月底 十月初 时间我也都算了个大概 不用急 时候未到 不是不让你做多啦 你跟着我们把 把这个资金准备好 空的时候先赚个大波段的 有没有 到时候翻多 也是你的天下 可是你这时候套脑没有处理 你这时候套脑没有处理 就算未来多头大航行来了 你也只能等解套 如果你这时候没有处理 所以你还是融资 那就是断头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不要把逢金当马粮 空头隔几要坚持做空 多头隔几我带着你坚持做多 不要你忽多忽空 空头隔几坚持做空 这个市场上 你不要看我们的追随者很多 很多包括同业也都看我们怎么空 然后跟着空的 跟着空的 我不乱空的 因为我那么多年来 我空的这一块准确度很高 以前我在那别家上班的时候 那个一空下去 整栋大楼都会动 整栋大楼都会动啊 为什么 因为同一家公司 有几个部门 全部跑一下问说 怎么办 又放空了是不是 好 我没有什么本事 就是我对国际金融商品很了解 靠这些金融商品 道琼 美元指数 美国公盖指标利率 还在往下窜 上个礼拜一度跌破二 资金一直在债券市场上绕 当然这两天 因为买权有点回补 可是也是因为油价跌升的反弹 那这一些 有没有像昨天的日本涨 四百多点今天跌三百多点 像这一些 其实这一两天马上答案又出来了 因为奢侈品指数看来反弹结束 又反弹结束了 等等之类 大家一定要留心我跟大家讲 观念才是现在最重要的 你必须要去熟悉金融商品的一个变化 好 最后再跟大家讲 再跟大家讲一下 最近的金融商品 一定要掌握它的变化 我诚挚的邀请投资朋友来 加入我的粉丝页 更希望如果你看了我的东西 你也可以分享出去 我们不尝试 希望这个市场上大家都有很好的观念 企业的钱 高标企业的钱 是永远赚不完的 这样投资朋友你懂我 这贪不完的 做多也可以大赚 做空也可以大赚 但是你要做多跟做空 你都要跟着趋势做 投资朋友你这样有听懂吗 所以我说过 大家 做会啊 给自己机会 给自己机会 对 给你不用给我机会 你至少一个多空双向 合理的多空 掌握这个多空循环的老师 这才值得你自己 你相信嘛 所以我说 希望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我们这样才有机会 来共创双赢嘛 不是空头让你套牢 对不对 那多头很大声 那有什么意思 你也是等解套 等融资被断头而已啊 希望大家能够体会 好这个指数部分 要麻烦一下星云 好来看看到 在期货市场最后的一个收盘情形 又是如何呢 台指期最后收在了8636点 下跌了24点 而在跌幅的部分 则是接近了0.3个百分点 而在电子期的部分 最后跌幅则是来到了0.4个百分点 接近0.5个百分点 而在金融期的部分 则是最后上涨做修 这涨幅是来到了0.02个百分点 在期货上最后的一个收盘情形 提供给投资人一起来做个参考 好看完了期货 我们在指数的一部分 邱老师也要再次帮我们来带一下了 好一定很重要 指数这个 我们现在在做最后的复习 这个叫今天的重点在这个东西 叫做新低量新低价 所以这个8501会不会破 你自己心知肚明 快一点这一两天就破了 好反弹进尾声 把握空点跟卖点 这个断头缺口一直横在这里 这已经多少天没有来回补 这个缺口就是确定的缺口 所以他最多只有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打混而已 那一旦出现新低量 就是要再测一次底 再测一次 是不是底呢 很简单 跌破再出大量 跌破再出大量 然后再到下一个区间 再像这样整理完 有没有 然后在这个整理的过程 再出现一个新低量 再跌破一次 然后不断的这样阶梯式的 阶梯式的 这种空头是最可怕的 这种空头是最可怕的 你的股票反弹 就那个一天两天 有的根本没有反弹 结果又撒下来了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你要跟我 我经常跟大家讲 你自己想想看 高标哪有几年 躺在桌上的 因为我没有空头 哪有人一年躺在桌上的 几年下来 你自己看了飞机 几年下来 永远是在做空 做多的 不合理 那我就跟大家讲 我可不是 我是这个点叫你空的 我是这个点叫你空 我可不是七千点 给你空到九千五的 我是这一个点 我一两年没有做空的 这一两年 现在才开始大跌 你没有感觉到吗 一旦大跌下来 这个趋势就形成了 他也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够解决了 不过你放心 时间我算了个大概了 那么你要把握这个 相关的这个格局就对了 好 那么指数是这样子 个股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圣瓦 圣瓦这边讲了 前几天不是说暴大量吗 还不是跌 这个圣瓦是当时候 你看这个点在这个 我们先看日期好了 日期好了 是在九月 这是九月 有没有 九月 九月二十几号 我当时候再跟你讲说 我们在这边 就跟大家提出警讯 在这边跟大家 因为我去等他破 等他破 这个叫破限追空 所以弱者很弱 卷空 有没有看到 卷空避险 有没有看到我跟大家讲 卷空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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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卷空避险 有没有 空单 我还那时候跟他讲 空单大增非同小可 有没有 你看这个价位 有没有看到这个价位 有没有看到 八块六 今天算华剩多少 后来我在我的Facebook 上来跟大家提到 什么叫下市 什么叫空 不要空到下市 你的获利状况是怎么样 怎么换算 演讲会长也都有提到 到今天 你看 就算你膠脏的 扣到这里 基本上我们是在这个附近 在九块这个地方 这个我才把它印出来而已 就算八块六好了 现在三块四 你从这个位置 要涨到这个 要涨两倍多 所以 为什么叫做空 赚得快 所以他有影响的股票 大家就要留意了 要留意了 来 我们看6269的台郡 台郡 今天我们再 再空一次 继续空一次 那因为短线的指标 再度翻弱 波段的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波段指标 还是在弱势 还是在弱势 那短线的指标 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叫台郡 这个叫台郡 来看一下 来马上有 台郡来了 就在这里 你看这个 我当时跟大家讲 今天再空一次 今天再空一次 台郡 这个 这个是10月9号 照到这里来一下 10月9号 10月9号 来往上 往上 往上 往上的 这一个空 箭头 再看到旁边这几个字 10月9号 9点14分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造假的 我们全国的客户都在看 我们的操盘工具都有 都在看 他们手上也有 他们也在对这个位置 有没有 任何这个位置不对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 简单了 收一退时 来 有没有 转走台郡 倦空避险 有没有 这一个点 有没有 再看到这个点 倦空 反手做空 有没有 然后呢 短线急扎 拉高 今天我们再做了一个动作 今天 当初在这边空 这个就是6月 这个是10月 这个就是这个 10月9号的位置 有没有 他平盘以下也可以空 好像补下去 有没有 拉高 今天啊 再空一次 一口大卖照 再空一次 再空一次 我就跟你讲 你赶快 赶快 上个礼拜 跟着又来的 今天这一两天 准备机会 全面在空单再出击 在空单再出击 五峰也是一样 8076 8076 这个也是波段空单 都没有回到现象 我们继续报吧 空单 有没有 这也是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五峰 有没有 五峰空单 有没有看到 五峰 一样啊 位置一样啊 这是10月8号的 10月8号的 我们最早的空单 是出现在160以上的 10月8号 全台湾 10月8号 眷空避嫌 有没有 光姐 这个最少都在150几 第二次的空单点 是在150几 第一次的更高 有没有 到今天已经看到 100几 看到100几了 150几 已经三四成了 看到100几 105了 今天已经看到105了 你告诉我 有没有补的东西 有没有叫你回补的东西 有没有 空了两次哦 有没有叫你回补 没有呢 当然是空单大胜续报 当然是空单大胜续报 今天最低的 105 这边是160几 第一次空的 再来一次 再空一次再空 都都160几 有没有 空单大胜 所以第二波空单 我们要出几了 你等半天就等这个 演讲会场 都在讲这一档股票 就这一个礼拜 我说这个有问题 所以我们来 这一根是涨停板 你看位置就知道了 他前一天位置在底下 第二天跳空涨停板 我说现金会不会失效 现金真正会失效 有没有 涨停板把它卷空下去 这两天都还有空点 有没有 今天什么 这个 当天空就收在盘下 就7%了 今天再来一根 就行情多好 昨天跌 今天再沙跌停 会不会是地雷 我是讲问号 没有百分之白 我看的是问号 问号 我没说一定是地雷 你经常在讲 就觉得算 你十几块 八块 九块 这十几块 会不会是地雷 玉金光 玉金光我们是 我记得我们玉金光 好像是空在高点 这个 没有带 反正是这个地方空的 这边再空一次 玉金光是这个 地方空的 玉金光 有啦 我记得我有用嘛 玉金光最高一百二十几块 那一天还涨停板 有没有 新世纪那一天也涨停板 这一根也是涨停板 新世纪这一根也是涨停板 被我空的 这一根这是新世纪 有没有看到 这有新世纪 有没有看到新世纪 那一天这一根是涨停板 这一根是涨停板 被我空的 涨停板 这个也是涨停板开始空的 一百二十几块开始空的 涨停板 有人在出货 你就不用跟他客气嘛 不用跟他客气 然后呢一路空 这边空一次他拉上来 哦被嘎空 哪里的 你有空有补嘛 有没有 然后已经搞了个七支跌停了 武风也弄了个七支跌停了 这个光学这一块基本面都很差 包括大力光啊 持续跟大家讲空 持续 还是 一样啊 明天就知道了 明天如果 今天晚上苹果是 反而是正规盘是大跌的话呢 你就不要跟他客气了 你就不要再跟他客气了 当然 光学这个也都没有 基本面 这个 EPS附的很严重的 来新巨科 再空一次 空 拉上来 有没有 你不要希望他拉到哪里 没有那个机会 拉到这里 就再空一次 这叫一空再空 很多好的机会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每个月你都要有家座 如果那一个月是空头 哪里的家座 我们经常知道 每个月都要有家座 这一两个月 一路空下来 家座又一堆了 这个才有 才有资格跟你讲说 攜手共创双赢 所以你要 你不用给我机会 空头来了 你总要处理你的股票吧 对不对 这个弹上来 就在这一两天 把握这个机会 跟上来 一定要跟上来 这是今天 我们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 好 谢谢邱老师 为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 其实刚刚呢 邱老师特别是提到了 其实全世界的股票 那最近都是在修正的 唯独美股强势 因此也是解释了 为什么在今天呢 亚洲股市 还是全面的盘下来 进行震荡 那邱老师 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其实在短线上呢 其实往下 似乎是还有空间 后市还有哪些 相关的标的 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 一起来做个追踪 台股新攻略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头一时间 与你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